尊敬的战友们好,今天这是星期一,6月11号, 那么文贵报平安直播,下面很吵,下面特别吵,警车施工的。 这个昨天报完平安直播视频以后呢,影响特别大, 各方面都给我发信息,对我昨天所有报平安视频当中的事儿, 很多人都有各种看法,各种意见。 昨天又有了路德先生接到了黑客的第三封邮件, 两个证明信,两个E-mail。 那么我也,昨天我也看了,凌晨一点钟我看的。 那么请允许我呢,请允许文贵在这儿。 哎哟哈,也在抽选家。 又来了,又来了,又来了。 这个招手了。 这个非常的感谢,这位黑客先生, 还有中间这位跟黑客联系的人,对文贵的支持,对文贵爆料革命的支持。 这个您的这种一举啊,将载入历史。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华章。 而且呢,您这个作为会唤起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奔向喜马拉雅。 而且这位黑客先生,这个您的这个作为, 增添了文贵对这个爆料革命成功的更多的信心。 让我看到了更多的阳光。 在喜马拉雅的路上,这个有您这样的黑客兄弟, 更加的体现了这个时代,我们一定会赢。 就是这个时代,那些盗国贼们, 他们不知道科技和社交媒体和现代通信所带来的这种革命的力量。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批击,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批击。 在下面很吵,也在施工啊,我往里点啊,我往里点。 这个,往里点也是吵啊,也是吵。 这就是纽约、纽约、啊, 纽约是。原来在郑州的时候, 旁州,旁州,天天哗狗。 到了...... Branda. 这个,这个这个这个, 這個文貴頭髮白了,感謝郭寶勝啊,感謝袁洪斌啊, 頭髮都白了,感謝賴建平啊,這個黑客先生, 這個真是讓文貴特別特別感動, 然後呢,路德先生節目也是越做越好, 這就是現代科技力量,現代媒體的力量啊, 所以說這個非常感動啊, 昨天這個,因為我本來不想多說,因為我說太多了吧, 我怕大家把目標全主導,注意到黑客那邊去,對他不好, 但是呢,我昨晚還想,我還得要感謝,好吧, 那麼另外一個郭寶勝這種無恥的,可悲的, 拙劣的這種表演和這種欺騙,實在讓我沒想到, 而且他跑到了台灣去,他和袁洪斌啊, 文貴先生記得我今天,好,謝謝你,七零七零,喝酒了, 別喝多,別喝多,別喝多啊, 木蘭又來了,木蘭啊,黑客的揭露啊, 這個郭寶勝這個,小哥也來了,小哥還, 小哥現在你轉播我視頻越來越慢了,小哥我告訴你啊, 和豆豆,現在豆豆還搞高達上去了,豆豆, 還寫什麼政治歷史了,你倆可真夠滑稽的啊, 不支持郭叔在那會兒亂來,轉移視線啊, 你要變成第二個郭寶勝嗎,你和豆豆啊, 不像話呀,你倆哥, 啊,野良毛也來了,誰叫野良毛啊,呵呵, 所以說呢,這個郭寶勝這兩個郵件出來以後啊, 然後我也傻眼了,這哥們兒是真窮瘋了啊, 我就想想啊,過去這一年,這郭寶勝天才坐在那兒, 民主、民運、法治啊,結果你說跑到台灣去, 然後跟那個袁洪斌,他倆拿著我的名義去欺騙, 不但拿我的名義把我們所有的袁國會的戰友們全給出賣了, 這個袁洪斌啊,賴建平啊,和郭寶勝, 把我們所有的袁國會的戰友當成他的資產了, 拿著去講價還價去了,結果到了台灣又見前國防部長啊, 又見什麼情報局長啊,好嗎,結果把我們給賣了, 你說這玩,文貴沒有天天往外花錢,你說我們花那麼多錢啊, 我這幾百億上千億資產,因為匯款被查封,結果好嘛, 他跑到台灣把我們這人給賣了,而且把我給定位為價錢, 你說可悲不可悲,這個世界上還有這麼可恥的嘛, 這邊喊著民主民運,然後當著老黃牛,然後民主自由, 整向喜馬拉雅,那邊咚,把我們這所有戰友都賣了, 這個郭寶勝這個卑鄙啊,真是我沒想到, 他老黃自己說是西藏人蹲過幾年監獄,太可怕了, 這個五一共振呢,一出來我就覺得這個事不妙, 這小子有大問題,但是我還不想,就把他想那麼壞, 但是五一共振這個事體現了這幫人實在太卑鄙了, 現在動不動就是什麼都他們功勞, 夏威夷那火山都爆發了,是不是你吳建民和李一平給震出來的呀, 是不是你給震出來的呀,震什麼呀你震哪, 結果震了半天,又跑了人家李旺陽的什麼雕塑像, 又要捐15萬美元,然後呢什麼這個, 在拉斯維加這個城水延,這個老闆, 一天天瞪那樣胡說八道,找了一幫騙子, 你說我都感到可悲,為什麼咱們華人家這麼多騙子呢, 就不幹點正事,我今早上我是四點半左右睡的, 我六點半起床,開了一個小視頻會, 然後呢我就簽了幾份文件,我馬上進去沖個糧, 然後出來趕快給大家報平安視頻, 我說進去要吃一口早餐,因為今天不斷練我休息, 我馬上就要開會去啊,就開會去, 正是幹不完的,哪有時間去騙人去啊, 就這些人都是沒工作的,你發現了嗎, 都是沒工作的,就一個希望,就是騙, 就指望哪一天天上掉一圈你會騙誰成功了,發大財, 全這個路子,全都沒有生存能力, 什麼這個黃河邊啊,這個爛人啊, 什麼這個李鴻寬啊,夏業良啊,西諾啊, 是不是啊,還有這個騰標,全都是沒有工作能力的人, 所以說在中國呀,這些人貪什麼事, 說老,別說共產黨抓你,你在哪國去, 你在黑手黨那裡都把你抓了,就這些人全都不是好東西, 全都不是好東西啊,沒有一個人, 唉,冰心來了啊,冰心來了,這個所有這些人就是一個, 好吃懶做,好吃懶做,不勞而獲, 滿口謊言啊,打著政治啊,信仰,宗教,理想的幌子, 欺騙所有人,互相之間也欺騙啊,真是太可悲,太可悲了啊, 但是呢,我文貴啊,就是人家這個,我算命的時候, 人家老說我是地藏菩薩啊,說我的本命命尊,地藏菩薩, 我這地藏菩薩就專門是弄壞人的,弄壞人,收壞人的, 所以說你看,現在郭文貴這個招妖鏡出來了,我專門招妖, 凡是在我面前被招出原因都是妖, 好人沒有一個被招壞,招出妖的,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嘛, 所以說,我真不想浪費這些精力,因為我特別開心, 因為最近這些天啊,我說工作特別有成就,特別有成就, 大家看壹看啊,川津會還有十壹個小時就開始了, 川津會的本質是什麽?川津會的本質跟美國北朝鮮沒多大關系, 實際上就是中國和美國的較量,青島的這個上海會, 上海這個組織會議,上海組織會議的本質是對美, 大家好好研究那個詞,是抗美抗習, 這個今天川普總統他個人不管他什麽樣, 昨天我和壹個非常重要的壹個官員, 我問他,妳怎麽看待這幾件事? 他非常清楚的說,他說中國罵這個川普都在罵他, 很多七國集團也不喜歡他,這都是直升機, 我的娘來,哎呦,這個都不喜歡川普這個人, 但是川普講的話全都是真的, 川普說的事都在裏,包括了七國集團, 他說的沒理嗎?有理! 然後呢這個官員呢,當時是參加一個川普的一個會的時候, 這個他說,妳怎麽看待習和這個, 妳的這個,在馬拉高的談判呢, 談呢,這個川普哈哈大笑,哈哈哈哈大笑, 為啥大笑不大家知道嗎? 這段我不能說太細, 說這段我的朋友給賣了,妳知道嗎? 就是習近平主席跟他談了很久, 談了很久關於北朝鮮的事, 都是北朝鮮,怎麽怎麽佔我們便宜, 怎麽多少年,怎麽回事,我們怎麽幫他, 他們就怎麽怎麽不行, 但是呢,這個歷史講完第二天, 川普說了,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, 他說妳說這個北朝鮮太壞了, 他說妳別惹他,叫我揍他,我把他媽給打爛他, 習主席說,別打仗,別打仗,不要打不要打, 啊,川普總統就玩這招,什麽高大政治學啊, 人家川普總統聰明嗎? 妳不是說他不好嗎?我揍他,我替妳出去, 這老公說,別別別別別,別打別打, 咱們還是好好相處, 這就為啥習主席都非專機跟他去了呀? 就這麽簡單啊,有我的角色, 但是呢,我得處好你們, 這是個基本的常識, 別把政治想到這麽高大上,那是不懂政治啊, 那是不懂政治啊,懂政治的人, 就不會這麽看問題了, 所以說,大家現在有意思吧, 就這麽,兩國就這麽大的事兒, 這回非常清楚, 我問他,妳怎麽看待這個川經會啊? 他說,一樣,川普非常清楚, 我給妳畫明的一條線, 暗的一條線, 妳這兩條線妳要是別跨過去, 咱倆什麽都好辦, 妳趕快我一定是把妳滅了。 而且,非常簡單, 這就叫美國利益。 這就是美國總統, 這就是一個民主法治國家的總統, 一切以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出發。 這就是什麽? 家天下,黨天下和民天下的不同。 我們中國從黨天下, 從來就沒過度過民天下, 就沒想過給妳民天下, 全打著民天下的幌子, 今天又變成家天下了。 福瑞康,福瑞康, 福瑞康,福字我認出來了啊。 這個福瑞康,福瑞康, 哎喲, 五毛又出來了五毛, 五毛又出來了。 所以說, 整個的這個, 那個翻白眼那個五毛, 我在, 有我視頻的內容他一定在, 他一定出來罵劫, 一定出來罵劫, 這個小子夠壞的。 但是理解你啊,五毛不容易啊。 所以說這個, 大家要清楚, 本質是我們, 是民天下和黨天下和家天下的分別。 但是, 大家要記住, 這就是我們要爭取的。 中國只要一日不實現, 民天下, 我們中國都是災難。 大卡車司機的事件。 我昨天專門問了一個, 從中國回來的,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, 算是中美談判的重要參與人吧。 他說, 中國接下來大卡車司機事件, 鳴笛事件, 內涵段的事件會成粗不窮。 成粗不窮。 為什麼? 他在中國所有的官員, 在聊天當中, 所有人都認為這個國家要出大事。 所有人都認為社會矛盾太深刻了。 社會矛盾深刻的老百姓現在, 都恨不得成為自分者。 說不論是開飛機的、開火車的, 還是開大客車的, 每個人嘴上天天都在罵娘。 因為整個社會太不協調了。 所以, 大卡車司機事件, 在國內的戰友們, 能幫他們呢? 幫幫他們。 能給他們提供方便呢? 提供一下方便。 所以說, 親愛的戰友們, 你看看過去這兩年來, 這個巨大的變化。 文貴爆料現在是前所未有在國內的傳播, 在黨內傳播。 這位美國朋友, 就問到所有官員, 你們知道郭文貴嗎? 每個人都笑, 很多人都不回答。 私下裡邊都說, 哎呀, 我們都看他視頻, 挺有意思的。 然後問他美國朋友, 你怎麼看這東西? 他說, 當然我們相信了。 這每個朋友說, 他說我見郭文貴的時候, 我明確問過郭文貴, 如果你說的是假的, 美國一定饒不了你。 如果你說的是真的, 我們會跟你說一個, 比那個自由女生還高的雕塑像。 然後中國的官員就笑, 他說, 真的嗎? 他說他們家人也看。 家人也看。 原因很簡單。 今天我想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, 中國的官員, 百分之九十的以上的, 絕大多數人。 包括那些被人家蹭恨的警察。 你們問問, 過去這六個月, 多少當官的人, 到了美國、歐洲。 我有些數字我不告訴你們。 你們今天天天看到中國朗朗山口的幾個老闆, 在過去的兩個月內, 在紐約, 就在我家這個周圍。 最起碼十一個人買了房子。 包括那個京東的劉強東, 穿著那個衣服去的。 劉強東也在紐約買了房子。 已經也買了。 最起碼十一個人已經成交的歷史。 因為在紐約房子的成交, 是完全是公開的。 你去想想什麼概念這是。 大家都那麼有信心, 都那麼偉大, 你幹嘛都往紐約來。 還有一個, 官員。 官員的離婚率在過去的一年, 大家查一查, 是過去十年, 這平均額的十七倍。 中國這位官員說, 這是什麼概念? 所有的官員都到了一種, 把離婚, 真離婚了, 你帶孩子走吧。 老子就是孤寡一人了, 就給這拼了, 反正我也走不了。 什麼概念? 那個當當網的魚魚, 也在紐約買了房子。 也買了大房子。 這個十一個人, 都是朗朗上口的大老闆。 都保證了。 還有香港。 這位美國官員從這個香港, 跟我幾個好朋友, 都是香港最超級富豪見面。 他特別驚訝。 這幾個富豪在半年前, 見他們都在談論文貴的爆料。 這回見了以後,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和想法。 然後他們都特別的相信, 他們特別的恐懼。 幾乎能把賣的房子都賣完了, 錢全部到歐洲西方來了。 香港人去最多的還是英國。 特別是香港的五大富豪之一, 我就不說誰了。 這跟我很熟。 在紐約買了六套房子。 在倫敦買了半條街。 在那個克林斯卡的那塊買了半條街。 而且價錢都很高。 這個我問他, 你幹嘛買那麼多貴的房子? 他說總比共產黨拿走了好。 郭文貴的賬號, 香港賬號被封。 郭文貴的股票被封。 這件事件, 香港警察耍流氓。 去查封律師。 所有香港的富豪都去問。 一問都是真的嗎? 他太容易了嗎? 說有這事嗎? 有。 郭文貴的股票查封什麼原因啊? 說跟郭文貴沒關係。 人家股票是人家基金的, 給人家查了。 曲國交被帶走到今天都丟失, 是真的嗎? 這律師事務所被警察給威脅。 查封。 以洗黑錢為名, 把人家查封。 有沒有?都有。 都是最大的律師事務所。 這些富豪還能帶來香港嗎? 我香港的房子, 香港警察, 香港土地署, 香港什麼什麼。 天天去找麻煩, 二十幾個人。 人家有人都錄了下。 香港已經成了一個這樣的地方, 誰還敢帶來香港。 但是, 多少人給習近平匯報的時候, 敢說真話嗎? 習近平愛聽什麼, 他說什麼。 這位官員給我特別深刻地說, 他說我最感受的是, 習近平今天, 絕對是, 今天是夜郎自大。 完全被架空了。 他說所有的人, 都是最後一句話, 哎, 這得聽我們大老闆的。 我們那大貓, 決定了就行。 所有人都把責任退給習近平, 你怎麼扛得起這一個國家的責任呢? 怎麼可能啊? 所以說, 這就是, 所有人說, 整個中國現在, 就一個人說了算, 習近平。 所有人都希望習近平出事。 每個官員都跟習近平說瞎話。 你說這是什麼樣的國家? 這是什麼樣? 老闆紛紛出逃, 這邊去那麽錦糠山, 到錦糠山去了, 穿上衣裳, 噹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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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然後還帶著紅袖姑, 叫紅孝嘛, 紅孝, 孝敬的孝, 死人是黑孝, 這叫紅孝, 紅孝姑, 帶著紅孝姑, 啪啪啪去了, 舉手了啊, 這樣, 然後這邊, 買房子, 花幾億美元。 你說這都什麼樣子, 跟郭寶是一個特性的, 跟那袁公平是一個特性的, 跟賴建民。 中國人咋這麽多面孔呢, 這麽多假和騙呢, 真無語了。 然後這官員離婚, 全離婚, 離了婚老婆孩子, 全捲鋪蓋走人, 法能賣就賣。 這大哥這世紀慘了, 天天愛茶愛打, 親愛的兄弟們啊, 都不容易啊, 很不容易啊。 所以啊, 親愛的戰友們, 我今天主要是給大家報平安, 我要去開會, 感謝黑客的支持和幫助, 感謝路德先生的節目, 感謝戰友們的大智慧, 看清真相。 然後現在國內的有錢人, 都跑紐約和倫敦來了, 當官都在離婚, 都在紛紛轉移資產, 大客司機實機慘了, 大家能幫的就幫一幫啊, 好不好。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, 親愛的戰友們, 別著急啊, 我剛才說了, 初級階段剛剛結束, 啟蒙期, 第二步就是定點爆破, 你看我講一個就是玩一個, 講一個玩一個。 對了, 陳峰同志身體現在完了, 腦移血在急救當中, 王岐山同志在掙扎當中, 孟建柱同志進入了高官下罪期, 下罪期都是失落、抑鬱症, 破罐子破摔, 他現在把肚子給弄大了, 給肚子弄大了, 孟建柱先生。 然後孫立軍和傅政華現在抱有幻想, 天天以為自己還能再幹二十年, 再幹二十年, 再綁架老闆, 綁架習, 現在習主席非常威脅, 全國上下都聽到疑人的, 全國上下都騙他一個人, 都讓他一個人在那玩, 危險啊, 沒有幾個好人跟他說真話的, 連他最信任的人都不能說真話, 沒人了, 沒人了啊, 所以說, 親戚戰友們, 喜馬拉雅路上非常精彩, 非常浪漫啊, 我們能練心, 練腦, 還能學智慧, 一定會贏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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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, 親愛的戰友們, 我要去開會了, 謝謝了, 親愛的戰友們, 結束了啊!